就是只要台幣不到100塊錢的神奇泡 可以清除99種的污漬 整件都黑的 沉下去之後再拿起來 又變成一個超級潔白的衣服 很臭很臭 這根本就是化學實驗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小廢物開箱時間啦 今天要介紹的東西 非常的居家 是我在滑抖音的時候 看到一些抖音的廣告 就那種你只要放著一盆水 然後你把那個衣服 整件都黑的沉下去之後 再拿起來 又變成一個超級潔白的衣服 當時我看到這廣告我就覺得 太扯了吧 怎麼可能真的做到 有在看我實況的人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容易把衣服弄髒的人 尤其是白色的衣服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東西 就是只要台幣不到100塊錢的 神奇泡泡 這東西它號稱可以清除99種的污漬 那我們為了測試一下它的功效呢 我們特別還去買了一件小可愛 那我等一下就會把它換上 然後在上面塗上像這個 咖啡啊 化妝品啊 火紅啊等等的 簡單來說就是把這件衣服弄得超級髒 然後我們再來試試看這個神奇泡泡 究竟能不能夠讓它再恢復原本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已經換上這個小可愛了 接著呢我們就是要破壞它 把它弄得越髒越好 那我平常最容易呢 潑在身上的東西就是咖啡 咖啡 太多了吧 欸不是 那件衣服很不吸水耶 咖啡超久才浸到上面了 我現在適合清潔的褲子 我們等一下總不能連褲子一起吧 好啦算了沒關係 那接著呢 第二個我常常沾在衣服上的東西 就是化妝品 粉底呢我很常這樣擠在手上 弄著弄著 塗著塗著我就忘了 然後接著手這樣回啊 回的回的回的 然後就會這樣不小心 狗在自己的衣服上 把它弄髒一點 還有口紅也是 因為口紅啊 它非常的容易 遞到旁邊來 所以有時候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手上已經沾到口紅 然後你可能就是在抓 抓的過程當中就會弄不到 現在來塗壓一下喔 現在好像在小時候 畢業典體上 在畫我們的運動服的感覺 感覺等一下還要寫個什麼 忘我 以前在畢業典體上啊 你的運動服 越髒 就代表你越受歡迎 我到現在都還留著我國中時候的 畢業典體的運動服 日味的紀念 好 這件衣服呢 現在已經被我彩繪的 非常的完美 好 我們現在呢 已經把這件小背心 弄得非常之髒了 那我等一下呢 就會去換掉 然後把它放到這個 裝有神奇泡泡的臉盆裡面 我們到時候來看看 成效怎麼樣吧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馬上來試試看 這個神奇泡泡的功效了 那我們這裡呢 先準備了一盆 大約60度左右的水 因為這樣子比較好溶解 那我們還準備了 走套 像這個粉啊 我昨天有不小心碰到它一下 但我發現 手會佐熱 所以我估計這個應該是不太能夠 直接碰到的 其實你身上這件好像也是 等一下 其實我這件現在比較需要的情況 知道了 五分之一的水劑 跟三分之一帶的粉劑 很臭 很臭 我怎麼知道它五分之一啊 它也沒有標示刻度 好 那神奇泡泡到三分之一 這根本就是化學實驗啦 太難了吧 平感覺 跟我做菜一樣 這個鹽呢 就是平感覺下就對了 感覺好像超過了 這一盆水有點鹹 沒關係 那我們先把它攪拌一下 它是要把它弄到完全均勻 然後溶解 再把衣服放下去 免得衣服會濁傷 所以衣服都會濁傷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溶劑算是偏 小危險 我們現在就要來把衣服放下去囉 以後能不能穿 就靠這一次了 接著呢 就等一下時間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看看它溶解的狀態吧 時不時的給它翻攪一下 搓揉一下 好 那在浸泡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看看它的成效如何了 我現在其實已經看到了 我的背心磨 欸 它怎麼還長這樣子 它的愛心還完整的在這上面 我覺得它其實是有溶解 就是它 我覺得它其實呢 還是有一點清潔效果的 對比我們放下去之前呢 有些顏色是真的有比較淡了啦 不過你說要它像廣告上面那樣子 這樣子然後放下去 說一說 拿起來 像全新的一樣 那真的沒有 好那今天我們的測試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唉 果然是小廢物啊 看它的廣告寫的那麼的厲害 其實我個人覺得應該不算是到 非常非常難處理的汙子 我覺得像是化妝品這種已經算是 比較容易被洗掉的汙子了 但是 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不太行 總結來說呢 我覺得這個神奇泡泡 唉 基本上來說應該是 沒什麼用 可能它可以清掉一些非常非常輕微的汙子 像比較大面積的汙子 我覺得它只能讓它變淡 但是它沒有辦法讓白色的衣服 再變回白色的樣子 好啦 那我們今天 很小廢物開箱 就在這裡告一段落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哦 欸 在幹嘛啦 好 好ㄎㄧㄧㄤ喔 這個奇話 說到點黃標吧 好啦 就這樣啦 不寫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